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就只是覺得在香港踢完就夠了 但是見過外面的球隊就知道 跟我們的距離真的很遠 要用點心機追回才可以拉近 習慣了比球會大力一點 以前可能就有一顆球流在腳上 但是這樣出到去不可以 因為對手比香港的快很多 就很容易在中間搶到 現在就習慣比球會大力一點 就是控一顆球 通常在自己的控制範圍之內 不能推脫腳的 一脫腳就被人搶 在外面很大機會輸 很危險 以前可能是90分鐘內 贏了幾球去到最後 就會開始說贏了夠醜 收手 就很傻 但是去完泰國之後 就全部沒有了 比進了90分鐘 不管對手強還是弱 都會給100% 都會埋了 拍完 因為知道如果平時一懶開 一想認真 就不是說就做到 要平時保持著這個心態 保持著這個狀態才可以做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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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